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馬娃颱風的一個動態 所以我們首先先從衛星圖來看一下 目前颱風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颱風目前距離台灣的東南東方 大概是900公里左右的一個海面上 那預計在今天 還是一個比較偏西北系的方向移動 那至於在它的強度方面呢 其實從色調強化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颱風眼 它的一個中心是有稍微變模糊的一個情形 那在過去的強度是有逐漸減弱 在今天下午2點的時候 它的強度是減弱為中度颱風 不過它的中心風速還是有每秒48公尺 也就是它是中度颱風的一個上限 而至於它的一個暴風圈的半徑 目前是280公里 那接著我們就從最新的一個 下午2點的路徑預測圖來 為大家說明一下颱風未來的移動 那目前呢 颱風預估在今天一直到明天 也就是29號這段時間呢 大致是一個比較偏西北 西西島西北的方向移動 那從明天開始其實它的整個導引氣流 會有再更為減弱的一個情形 所以其實颱風從明天開始它的移速 會再更為緩慢一些 可能在移速上面 每小時不到10公里的一個移速 那颱風預估到了30號開始呢 它會有一個比較開始轉北的一個分量出現 從30號也就是週二一直到31號 1號2號這段期間 其實它整個向北移動的一個過程 因為導引氣流還是比較不明顯 所以它的一個移動速度 整體的上來說都是一個比較偏緩慢的一個情形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在它向北移動的一個過程中 因為導引氣流不明顯 所以整體上來說 未來的一個不確定性 還是有比較大的一個情形 也請大家持續的留意 氣象局的一個最新颱風動態